高雄一名男子前科磊磊是地方上的惡霸 最近刚出狱 但是呢没有想到他没有学乖 还开始作乱 不但擅闯民宅骚扰店家 甚至跟朋友喝酒时意言不合还攻击对方 里长见状赶紧报警抓人 而男子行为严重造成邻里之间的困扰 当地民众也发起联署 要求检方将他收押 以免大家活在恐惧当中 你没办法你刚才打人你没办法 里长好生气 男子打伤人还在辩解 警方到场他也不肯起身 这下连远警都活大了 一左一右拉着他带上警车 看着男子被带走 里长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 原来这名男子绰号鸡鲁 在高雄凤山当地是个恶霸 他家人很愿意接到他 还报警把他感受 男子有窃盗伤害恐吓杀人未遂等前科 入狱两年多去年十月出狱 没想到又在地方横行 不但骚扰店家托拿商品转卖 甚至闯明宅拿东西吃 简直当做自己家 大佬大白就是进到明宅里面去 把那个李明的床当成他自己的床 就大佬大白躺在床上睡觉 李明不声其扰 没想到27号他和朋友喝酒 两人喝一喝吵了起来 疑似不满朋友对他呛声 加上以为朋友要攻击 居然持圆敲攻击朋友头部 他打完人还跑去吃东西 里长得知消息 立刻过去喷辣椒水 报警抓人 男子行为严重造成零礼困扰 大家再度发起联署 要求院检将他收押 别让日子过得体心吊胆 记者梁家伟 重情缘 王秀成高雄 才会报导